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故事一开始 其实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开始就想说 一定要好好的耍飞玩乐一下 那一阵子过着很颓废的生活 那时候我的好室友好满地 洪湖第一帅哥沈亿 他就是看不下去 觉得一定要好好改造一下这家 那其实他在那个之前 他就有不止一次 就是有跟我提到说 之前在补习班 认识一个还不错的女生 就问我想要认识 然后沈亿就找了一些她的生活照 然后MS的照片 今天就看一下 第一直觉是觉得 这女生长得蛮可爱的 不过当然我不是 就是那个那么父亲的 不是看内在的 对哦 然后我们几个人 就是就相约在建功路上的 洪朱会谈相见他们的那样 那时候沈亿一直在约我 单纯就觉得不出去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那时候其实并不知道 不是大致也会去 所以当下看到的时候就想说 诶就是世界怎么那么小 就是什么刚好是我同一个英文补习班 就是有认识的人这样子 聊天的当下 其实也就觉得就聊得开心 就聊起来就还蛮开心的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 然后其实他当下就是 讲话很快 他就是看着我 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没办法那时候就是有一种 建造行情的感觉 那时候后来提过他 然后他就吃后台说 那时候他太紧张了 虽然内心的感觉很强烈 但是还是 不能太太急 怕被当作终歌 所以我还是就是先请省A帮我问一下 就是问金说 可不可以加一下他的 联络方式 那一开始就是 我们主要就是用MSN聊天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每次 就是有上线的时候过一阵子 然后他就会突然就溺我 然后我们就会聊了一下这样 然后 因为我已经守候多时了 记得比较好笑的是 就是那个时间也是我们游戏的高峰 然后游戏打到一半 我就巧巧的溜出来 然后开始跟他聊天 我从来都以为是我网路不好 结果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在跟女生聊天 真是一个简直的忘了 背乌 我在聊天这个过程也很开心这样 当下就是觉得 他这个人就是还蛮幽默 风趣就是还蛮有趣的这样子 其实一方面 我本人也是蛮幽默风趣的啦 不过文静他笑点也是蛮低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不同的戏嘛 认识之前也没有太多的交集 反正他们有一堂必修的课叫做本草 为了增加一些共同的话题等等 我就是也会去上那堂课这样子 然后我去那边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事 我就默默的就坐在后面 然后就看他 然后下课的时候 他就经过的时候就说 你怎么在这里 然后我就说 好刚好 聊了一阵子之后 然后就觉得 就是还蛮好聊的朋友这样子 就是越来越熟 然后就 对这个人的好感 也就越来越多这样子 MSN上面就是聊 比较熟之后 我们就开始也会 约出去 就是去其他地方 像桥头唐场 去台南玩 等等 所以就认识越来越多 就会觉得文静就是 恶观 然后很正向 然后又很开朗 不过 算了 算了 什么 除了讲 很多优点 就是 哇 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 女生就觉得就是 越聊就越 越喜欢这样 对啊 我讲你这么优点 我呢 除了幽默风趣以外 那时候 对啊 那时候就觉得 幽默风趣 除了幽默风趣 还是幽默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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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是这样子 好 其实就觉得大生 就是一个很单纯的 男生这样子 他们其实 就感觉出来 他就没有什么心机 然后也不会去就是 耍帅啊或者是 耍什么心机 反正就是一个很单纯的 大男孩这样子 就是幽默风趣 文静他就是我喜欢的情 对 我们后来就是 进入其中考州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 主动问文静说 诶 会不会就是 考得很累了 然后要不要去那个 西子湾晃一晃 然后文静就说好 然后我们就是去 西子湾 然后就是 坐在海底上 对那西子湾就是 坐在那个海底上 聊天 对聊天 其实那时候我内心 就一直想说 怎么办怎么办 一定要找一个实际点 就是要告白 就是这次再不告白 我才会后悔 对啊 一直找不到那个 那个台名就是 可以告白这样 对 然后越来越晚了 然后我就想说 就是隔天还要考试 他就问我说 诶是时间到 我们是不是该回去 明天还要考试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 等一下再等一下 对 结果就是在等等等 突然 海边就是有一个烟火 对 就烟火就 就整个想想 就很生气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放烟火 这是命运之神的安排啊 所以我就在那一刻 突然 整个勇气就整个出啊 就是 就很勇敢的说 文静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当我女朋友好吗 然后那时候我就吓到 就是很 吓一跳 他就沉默了 沉默了很久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哦 哦 是 是哦 因为我就很单纯 我那一刻真的是 就好像在洗山温暖 从那个天堂 直接掉到地 然后西子文 刚好是海堤 海堤 那时候我差点想要 直接从海堤 直接跳到海堤 直接跳到海堤 那个人就是你啦 这件事情 然后就吓了一跳 然后就想说 嗯 就是 也不能那么快 就 这么简单的就答应他 然后就想说 要怎么 要怎么等他 比较好 然后就 然后就很开心 然后就 然后就 就在一起 对 然后隔天 考试就 我们两个考试都很辣 对 对 好 如果是服务吧 之类的 反正也不重要 我们隔天 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去当兵 然后当完兵之后 就会进入医院 就是开始 不分科的住院式训练 因为我那时候是 人生第一不熟 对系统不熟 什么都不熟的情况之下 一开始就搞得人养马翻 所以就是 那一个月其实也常常 就搞得很 压力很大 然后很depression 这样 文晶就是 就是鼓励我 一直陪伴我 跟我讲说 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这样我就是 那段时间就是 可以度过 对 像我有时候 常常就是会 对很多事情 比较悲观 有比较多负面的想法 然后他常常都会支持我 就会跟我讲说 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所以事情的结果 我往往都如他 就是所料这样子 大四毕业的时候 要去考研究所 我那时候就是觉得 去台北闯闯看这样子 那这样子 就是变 刺必就是一定 我们两个就是台北高雄 两个远距离 那后来就是去念 揚明研究所之后 就是还蛮感动的是 其实他会 为了就是常常可以跟我碰面 然后就是会到台北来找我 虽然在台北高雄两地 可是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碰面 对 然后那时候就还蛮感动的 就是他 他其实一直以来 就是都以我为他 就是心目中最大的重心这样 然后有任何事情 他就是会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在任何事情上 他就是都非常支持着我 这样子 然后他也是 就是脾气一直以来 也都是很好 所以就是我们两个到现在 其实都没有吵过架 之前在告白的时候 我自己是觉得那时候 其实算蛮简陋的 真的有烟火 那只刚好而已 对 我就跟我自己讲说 求婚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给他一个 超浪漫的求婚 然后让他这辈子永生难忘 那刚好就是差不多在去年9月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 可以刚好有一段长假 然后我们两个都决定 咦?那我们就去巴黎玩 去巴黎玩 我刚好想到说 咦?他 我今天不是有一个好友 邱碧琳 对 就是刚好也在巴黎念书 对 就是刚好也是在我们 差不多那段时间也要出国 所以我就是也跟他们就是在 秘密就是在讨论了一场 就是怎么样来一场 跨国骗局 对 对 所以我就选了一间就是 可以看到巴黎铁塔的明星餐厅 其实我一开始跟他提出很多的要求 都被他打枪 而且他们也直接回我说 你事情是不可能 对 然后总之就是不断的妥协之后 后来就是 就达成了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没有 没有 哈啰 所以现在呢 我们在 幕后花絮 然后呢 就是有人现在太丑了 我们来 要不要说一下你的心情 心情就是 好紧张 有忘词吗 有 已经完全脑袋已经空白了 那现在要 怎么办 你现在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嗯 好 我们准备 我们准备 出去了 总之就是文京他们聊天聊正开心的时候 这时候服务生上菜了 结果就是 是这个 相本 这内容就是 写了我们9年发生的 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大致就把它整理在里面这样 然后就非常感动 然后看到了这个 就突然恍然 大家误想说 啊 时间到了这样 今天是我们 在一起的 2800 我们的餐厅 那 为什么就记得我们第一次 就是 7年前 在帮助一起吃宵夜 啊 那种一定很中心的感觉 我也永远都记得 7年前 在大俄期中考证 我们在西子湾海底 做 顾琴隆琦跟你们 告白 我们之间 有 太多太多美好的原因 我们一起熬夜 等书做报告 一起游戏 一起吃很多美食 这很多美食 让我们分享彼此的 各种喜爱乐 让我们分享彼此的 让我们分享彼此的 爱上你 是我这辈子 做过最浪漫的事情 然后 让你快乐 是我这辈子 最重要的一个 我知道这个球能让你 久等了 可是我不会再让你继续等待 谢谢 嫁给我好吗 那这时候我就 拿出了戒指 沐文鸡就说 文鸡 嫁给我好吗 而这一次 他就直接点头 答应了 我像上次告白的时候 那么调皮 还稀弄了我一下 九年孩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谢谢你爱我 也谢谢你让我爱你 接下来每一天 我也握着你的手 不放开 我爱你 谢谢你一直这么疼我 让我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未来的日子还很长 我们也要继续这样 幸福快乐的走下去哦 我也爱你 我是大志 我是文鸡 我要 我们也要结婚了 我必没用 爱你 我可以的 丝险 帮你 她是我的身心 不再走到你身旁 不再走到你身旁 在你身旁 不再不停 我身旁 不再走 有孩子 我就是这么多 我身旁 我身旁 已 秘密